大家好 乌克兰切尔诺贝利和辐射区 现在引进了一种叫美国波士顿的机器狗进行测试 我把这个视频会放下方 你有兴趣可以看一看 这个机器狗在切尔诺贝利和辐射区进行工作 勘测 那它主要是测试什么呢 测试整个切尔诺贝利森林地区 放射性的污染图 要绘制一个污染图 为什么要由机器狗来测试呢 因为这个人他科学家也好 他穿再多的防护服也不行 不能在里边长期待 可能没去过切尔诺贝利不知道 切尔诺贝利那个里边是可以进去的 但是你进去时间不能长 你必须进去一段时间马上出来 然后吃一些药或者进行一些康复性活动 然后你再进去 所以你每次进去时间非常短 那时间非常短就会影响测绘啊 因为测绘大家如果没测绘可能不知道 测绘是需要时间的 一定是在在一定区域内是要长期待的 那这就是说必须得使用这个机器 那这一次呢 我看完这个视频我觉得非常有趣啊 因为气能不利我是去过的 旅游都可以去过 就是时间短 你可以进去 人是可以进去的 短时间是不影响你任何安全性的 但是长期像测绘这个就必须要长期在里边 这些东西 机器狗现在中国实际也能生产一些啊 那如果这个机器它替代的人在这种核污染环境里边生活或者工作 那未来上这个外太空或者上一些这个危险环境里边也可以使用机器人代替啊 嗯 所以这个视频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啊 给大家分享一下 另外呢 就是说美国它现在使用的这个机器狗 咱们得想啊 现在可以在切尔能不利的核辐射区工作 那未来如果发生战争在核爆区域 对不对 它不使用自己的这个真实的士兵 又冒着核辐射的危险 它使用机器人啊 机器人也可以参战 而且是不怕核辐射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咱中国得想一想啊 这个东西会不会美国用这个机器狗变成军事化 军事化用途 中国是不是也得有准备啊 有兴趣可以看一看这视频